各位今天雖然是還是放假 不過我今天有進公司一趟 因為我們今天要開會有一些事情 開完會之後我就待在這邊把昨天 待在這邊把今天要發布的Vlog全部剪完之後 再來當然就是要出去溜達一下 這幾天也在市區跑 所以我今天約了Neko想要去郊區晃一晃 不過我手要自己是要先吃飽 知道嗎 有沒有看到陽光強到我曝光到一個不行 今天已經連續假期了最後一天了 然後到了最後一天才開始正式的藍天發雲 我覺得真是不負眾望啊 只要今天沒下雨我真的應該要謝天謝地 各位由於到一半的路程就發現你們看天空 剛剛雖然天空非常的藍非常的沒雨 好啦其實路上有淋一點雨 但是天黑了 所以原本預計要去的地方我保留到下一次再去 然後我今天帶各位來一個 其實我很少來 我雖然在新店待過一陣子 但是我真的非常來這個地方就是畢潭 這個橋走起來非常的帶感 我們站在原地不動 路都沒有辦法直直的走 一直咕嚕咕嚕的換個不停 沒喝感覺都醉了 對 如果你們想體驗喝醉到路沒辦法好好走的情形 歡迎來碧潭這個橋走走 一定讓你感受深刻的記得在心裡面 那個很屌有幾台屁股後面會發光耶 我大概瞄了一下 這裡面的餐廳大概就是200塊左右 看一下我記得差不多200塊左右 然後都在這邊點餐 然後到裡面自由用餐的 果然沒錯 我剛剛 快逃啊 你知道我剛剛這樣想說 後面這區小朋友明顯比較小 果然比較少 果然沒錯 小朋友少的地方 價位必定也不會小 因為價位不小朋友 所以人才會少 好可愛啊 900我剛剛看到980 超猛 真的還沒一層公費 幹這是沒有VIAGUA 哇塑 欸你們有沒有人玩過像這種東西 我相信這個一定不是只有這裡才有 有沒有人玩過了 留言告訴我覺得好不好玩好不好 我每次都很想玩 但是我真的是花不下這個錢 有啦我是說從相機裡面什麼都看不到 歐收收 這個一定要長鋪啦 好 那我來試試看 各位我來試試看在這裡長鋪拍星星 看會不會拍到 我發現畢潭呢其實 就那條橋下面踩那個 踩天鵝船 然後旁邊一條美食街 就這樣 而且那條美食街裡面看起來就是 並沒有那種特別 就是大家特別想吃的店的感覺 就是因為那裡有那幾家餐廳 所以大家而吃 我不曉得你們懂不懂我在說什麼意思啦 所以我們就原本打算在那邊吃一吃 後來決定算了 我們去別的地方吃 他現在早吃的 我們現在在新店這裡 好像大坪林捷運 但他附近蠻多餐廳的 他現在非常努力的在查 有什麼好吃的 加油 各位我剛剛發現了一間店 不過那間店新開的 而且那間店也沒很大間 為了避免太高調 所以我等一下就用這一台錄就好 那這間店在前面 給你們看一下他的Kanban 千斤丼 壽司蒸魚片丼飯 喔 這間是完全新開的 這間是完全新開的 還在試賣 對啊 酥炸豬排 我可能看有沒有海鮮的 都來這邊 等一下看一下 這間是新開的店 對 但他推薦 在生魚片 在海鮮店推薦牛排 我蠻少見的 所以我不太敢點 但是他說那個牛排 是比較特別的 烏骨的牛排 所以也許下次有機會吧 他好像每天的漁獲量 跟每次進的肉品不一樣 所以他的菜單會不關 這間現在正在試賣當中 就是完全是試賣的狀況 很新 就是超新 你看他上面的硬幣都還沒有銅貨 這會瘋這樣子 不會肯定 他去啦 還有附味噌湯跟茶碗 我以為那個價錢只有剛剛那個set在問 那他下面有寫啊 那味噌湯跟茶 很多肉 什麼蠻多啊 超多耶 還有沙拉 就有沙拉 有鯊魚 真的是驚喜耶 對啊 好多料 天啊 然後這個是 裡面是什麼 醬油嗎 好像是醬油耶 應該是醬油吧 這個 這應該是 鮪魚吧 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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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OK 可以 天啊 這是散的 但我也覺得這個很爽耶 它還是有大塊的 就蠻大塊的 而且這樣子一份才 這個沙拉很酷耶 沙拉很酷耶 沙拉很酷耶 這上面是 不知道是起司還是蛋黃 下面沒有很多 沒關係 哇好爽喔 這家 在新店 你們如果住永和中和 新店想吃日式的 我覺得 可以來 真的 請問今天餐點還滿意嗎 超級可以 對 6塊喔 我想問一下你們 就是 現在這個是試賣的菜單 是啊 是啊 那就是之後 是價格還是內容 會不一樣嗎 我們不會提高價格 只會增加比一下 喔 了解 因為 我 還在跟設計師討論菜單 哈哈哈哈 了解了解了解 我可以標 在影片下面 幫你們標記一下 真的嗎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對 謝謝你們 謝謝 歡迎再來 掰掰 如何 我會來拍美食Vlog 好好的講 真的 這一家太值得 可是我初步跟你們說 他光試吃菜單就很棒 真的 這一間我覺得可能因為試營運 但是他們雖然在試營運 我就覺得非常用心 就會問 會問你餐點如何幹嘛的 然後 我拿了一張名片 我現在給你們看一下 那這一家的地址呢 我會放在下面的詳細資訊裡面 這家我真的很推 但我不確定 因為剛剛我們有問他什麼時候正式營運 他說還在考慮 還在討論菜單 對 還在討論中 所以如果你們來的時候 他剛好有在營業的話 我覺得路過一定要來吃一下好不好 這個叫千金丼 天啊 我真的有一種 今天意外挖到寶的感覺 你知道嗎 結果我們沒有菜咧 我們挖到寶咧 對 什麼菜咧 其實我們是挖好東西給大家 好不好 好 今天分享的餐廳 就是給你們看一下 原本只是想要去碧壇 畫畫面要發現這一間好不好 那 之後 正式營運之後 還會帶Nekko 再來一次 喔對 然後我下面不只放到他的地址 我還會放到他的粉絲團 可以去關注一下 他什麼時候正式營運好不好 好啦 各位今天vlog到這邊結束了啦 我們明天又是 自己講又想到了 明天又要開始正常上班了 我們明天的vlog 就再見吧 大家掰掰 抱歉我忘了 這不是我的工作 各位大家明天見 掰掰 掰掰 我看 他是香蕉草莓 嗯 香蕉草莓 果汁 台灣有進兩個 這是限量嗎 換聖節什麼的 不是啦我要喝 這可以買兩瓶放在桌上看的那麼爽 可以 而且他兩個他帽子可以換 好